哈囉大家好我是迪一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喬伊波伊是第一隻一族和巴卡尼亞族的混血體 過23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也歡迎加入第一期一討論劇情 在之前就說過喬伊波伊非常高機率是 大雄的種族巴卡尼亞族的人 至少有70%的機會 那麼喬伊波伊會不會也是第一隻一族呢? 大家可能會說 欸怎麼會有人一次有兩個種族 但事實上這種事情在海賊王常常發生 像是薩龍就是巨人族且又是第一隻一族 也就是混血兒的概念 假設巴卡尼亞族與第一隻一族生小孩 那麼就有可能同時有兩個血統 今天就來分析喬伊波伊同時有兩個種族的論點 還有他與巨人族存在的關係 首先我們先花一分鐘簡單帶過之前說的 喬伊波伊是巴卡尼亞族的論點 稍早前大雄已經公佈了是巴卡尼亞族 大雄爸爸與大雄說了 妮卡傳說 妮卡是巴卡尼亞族成員中流傳的傳奇 意思很有可能就是 妮卡就是巴卡尼亞族的人嗎 這是可以想像的 畢竟如果是自己家族流傳下來的事情 那麼會知道就完全不意外了 那麼一條完整的分析路線可能就串連起來了 喬伊波伊就是巴卡尼亞族的人物 因為妮卡除了魯夫之外 另一個就是喬伊波伊了 這樣看下來喬伊波伊就是巴卡尼亞族沒太大毛病 但為什麼只有70%呢 因為還有另一種可能 那就是喬伊波伊可能不是巴卡尼亞族 但是他解救過巴卡尼亞族 所以成為了那族的英雄 但土星曾說過 巴卡尼亞族過去曾犯下罪行 到底是誰犯下罪行呢 這個劇情是沒有公佈的 我們假設喬伊波伊就是巴卡尼亞族的話 那麼我們就大概知道是什麼罪行了 畢竟800年前很可能就是 喬伊波伊vs.伊姆大人 伊姆大人一直都在抹殺與他為敵的人物 像是第一隻一族就是一個 跟大家說第一隻一族就是神的天敵 而巴卡尼亞族或許就是因為喬伊波伊的關係 得罪了伊姆大人 所以土星才會說犯下罪行 這就是喬伊波伊是巴卡尼亞族的證據 我自己覺得是非常高機率的 那麼就來談論另一個可能 那就是喬伊波伊也是第一隻一族的論點 在海賊王800年前的故事 韋田總共只有公佈三個人 那就是喬伊波伊、伊姆大人和莉莉皇后 喬伊波伊在很久以前就公佈是800年前的人 而伊姆大人是與寇布拉對話 得知了他和莉莉王后就是800年前的人 而第一隻一族跟巴卡尼亞有一個共同之處 那就是兩個都是被世界政府封殺的族人 只是第一隻一族比巴卡尼亞族更慘 巴卡尼亞族還可以存活 但伊姆只要抓到第一隻一族就是要讓他死 這可以參考寇布拉公佈自己是第一隻一族後 馬上就被伊姆殺了 所以同個世代喬伊波伊很有可能就是伊姆痛恨的目標之一 喬伊波伊是目前伊姆痛恨第一隻一族的最大嫌疑者 畢竟當時伊姆不知道莉莉是第一隻一族的 第一痛恨第一隻一族 莉莉當時犯的大錯害到了伊姆大人 而伊姆在與寇布拉的談話知道了 莉莉是第一隻一族人 意思就是伊姆以為莉莉犯錯了 但事實上應該是莉莉故意背叛她的 目前可以理解成的就是 原本是喬伊波伊vs伊姆大人 而中間莉莉倒戈喬伊波伊的概念 這概念可以延伸到現在 喬伊波伊的繼承者就是魯夫 莉莉的繼承者就是薇薇 是一個韋田最愛的繼承概念 第二伊姆被莉莉背叛 這裡也可以理解成第一隻一族與巴卡尼亞族的合作 就與現在的劇情一樣 雄代表巴卡尼亞族 而魯夫是第一隻一族的概念 再來就是海賊王最大謎底之一 那就是為什麼紅髮明明知道橡膠果實是什麼 但自己卻不吃的最大謎團 首先尼卡這個東西是可以提前知道的 這裡可以參考大雄知道尼卡是橡膠人的資訊 還有貝加龐克也知道這個傳說 而紅髮在掠奪橡膠果實的時候 非常的執著 看起來他也知道 而他知道的方式很可能就與他的身份有關聯 畢竟他也基本上是天龍人 但問題就在於 紅髮知道橡膠果實是尼卡 而尼卡是那麼強的能力 為什麼紅髮自己不吃呢 這點就非常奇怪 目前解釋的方式就是 尼卡吃的會短命 畢竟魯夫已經多次暗示會死了 或者紅髮自己吃下是無法變成尼卡的 我想這是維爾能解釋的方式了 那為什麼他無法變呢 這就要提到紅髮拿到果實後的處理方式了 他一直帶在身上 不知道要拿去哪裡 唯一能解釋的就是 他要交給某人 可能是無老星 因為無老星一直以來都想要回收尼卡 而紅髮與無老星又存在著某種特殊關係 紅髮曾經去過他們的房間與無老星交談 又或者是很久以前講的紅髮在等艾斯 羅傑曾經說過自己會有孩子 而艾斯就是第一隻一組 意思就是第一隻一組可以變成尼卡 但最後不小心交到魯夫手上 而紅髮為了魯夫賭上一隻手臂 可能並不是因為他與魯夫的羈絆 而是為了守護著魯夫讓他變成尼卡 這件事情在核之國也有了證實 因為紅髮來到核之國後 才說要去搶奪大祕寶 但為什麼是這個時候呢 明明有更好的時間點 唯一能解釋的就是 尼卡覺醒了 所以可以搶奪大祕寶 無老星也說過 動物系果實會有意志繼承 何謂意志繼承 第一隻一組就是一種概念 喬伊波伊轉到魯夫手上 不知道大家對於只有第一隻一組 可以變成尼卡這個論點的想法是什麼 我自己覺得雖然有點跳脫邏輯 但這是目前紅髮不吃的最好解釋方式之一 這裡就要扯回喬伊波伊了 喬伊波伊就是上一位尼卡使用者 如果剛剛推測的 只有第一隻一組可以變成尼卡正確的話 那麼喬伊波伊就是第一隻一組了 第三 只有第一隻一組可以變成尼卡 最後就是繼承意志的概念了 偉廷一直都在強調著意志繼承這個東西 而聖地裡面有一個巨大草帽 這草帽目前最有可能的主人就是喬伊波伊 而喬伊波伊剛好是體型比較大的巴卡尼亞族 那麼意思就是 草帽從800年前的喬伊波伊 再傳到羅傑 再傳到紅髮 再傳到魯夫 很明顯的羅傑與喬伊波伊也有特殊連結 從一開始的謝罪文再到大米堡都有對話 而魯夫與喬伊波伊的連結更不用說 兩個都是尼卡使用者 這種連結讓喬伊波伊是第一隻一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剛剛說的連結只有紅髮沒有 所以他有一種說法就是 紅髮很可能是魯夫的敵人 有可能都在利用著魯夫 如果真是如此 那麼將是海賊王最大的反轉 第四 意志繼承 以上就是喬伊波伊可能是第一隻一組的論點 當然標題也有說 可能是第一隻一組和巴卡尼亞族的混合體 最後就是喬伊波伊是巨人族 在世界會議上面 所有強的國家都能在會議上面 就連魚人都可以 但唯獨不見巨人族 巨人族可是比一般人類強上好幾百倍 所以有可能巨人族也是被封殺的一種種族 而被封殺有可能就是喬伊波伊害的 第一巨人族可能被封殺 再來就是那個巨大草帽 很明顯只有巨人族 或者是巴卡尼亞族才可以戴得下 而在關草帽的牆壁上 還有殭屍奧茲的酷群標誌 所以很有可能是暗示 喬伊波伊是巨人族 第二巨大草帽 一樣的喬伊波伊也可能是第一隻一族 與巨人族的混合體 這看看薩龍就知道了 因為他就是巨人族 且又是第一隻一族 而薩龍也與空白100年有懶散關係 不知道是不是一種對應 這三個就是喬伊波伊 目前最有可能的種族了 只能說是哪個都足夠精彩 當然也有可能他只是一般人 這個劇情也是蠻有看頭的 因為一般人可以辦到 與所有種族都懶散關係 這種也是蠻有啟發人的劇情 但如果你問我哪個種族最有可能 我自己覺得是 巴卡尼亞族 大於第一隻一族 大於巨人族 大於其他 大家覺得這三種種族 哪個是喬伊波伊 最有可能的種族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喜歡以上分析 請點個喜歡留言 這樣才會讓YTV戰演算法 讓更多人看到 感謝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